微省市政局在上个月的月长会议中通过新政策 宣布从今年6月1号起 凡是微省市政局管辖内的公共巴刹 饮食中心或是路边摊 一律不得拼用外籍人士为员工 包括本地居民的外籍配偶 在这项新的政策下 即使有关外籍人士已经取得移民局发出的工作准证 也不能在微省市政局管辖的单位工作 微省市政局主席拿杜麦木纳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当局将会从即日起到5月10号 在微省市政局的网站 手机应用程序和面子书上发布问卷 让民众针对有关政策提供意见 我们将会提供资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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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这项新政策下 在微省拥有执照的一万三千多名微省小贩将会受到影响 麦木纳指出 当局曾经派员到该局管辖的公共巴刹和小贩摊位展开突击检查 发现许多摊位的老板并不在场 而是外籍人士在工作 当局更因此而曾经接获民众的投诉 他强调一旦落实新政策 当局将不定时展开突击检查 为例者一旦被取缔 当局可在无需发出警告信的情况下 直接充公业者的营业物品 ITB7 槟城 采访报道